男人马上就要面试 却被一只突然出现的狗雕走围巾 正当他拼命追赶时 狗狗却在一个小巷里神秘消失了 而男人刚好看见了门上的招聘信息 犹豫片刻后他推门而入 等他再出来时 看到偷围巾的小狗正等着自己 却没有注意到身后的门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回到家里后 保罗正在和室友吐槽今天的奇葩面试经历 忽然门口扔下一封信件 竟然是他的录用通知 第二天 保罗穿上一身西装满怀欣喜地走进公司 接着人事主管坦娜就带保罗进入了办事大厅 同时向保罗介绍公司的规矩 每天九点左右上班 五点必须下班 绝不能在公司逗留 而且不允许使用电脑 保罗想要问问工作内容 却被坦娜搪塞过去 被带到办公室后 保罗见到了他的同事 也就是在面试时见到的女人艾莉 两个人正在闲聊 保罗忽然看见地上爬过去一只幼龙 吓得他大叫一声 但艾莉却以为他是被老鼠吓到了 这时前台正好给他们送来一些图纸 让他们找到铝土矿的位置 二人开始忙碌起来 午休时 保罗拿起面包冲击 当他扶去图纸上的面包渣 一股奇怪的感觉传到他手上 这时董事长汉福来正巧进来 看到保罗的异样 汉福来开始指导他正确运用自己的能力 通过反复的感应 最终保罗发现了铝土矿的位置 还没来得及做个标记 汉福来就把他拽走 带入自己的办公室 汉福来告诉他公司现在危在旦夕 需要保罗的帮助才能起死回生 只因保罗天生拥有破除伪装的能力 董事长希望保罗能够帮他找一样法器 这件法器和多拉里梦的任意门功能相同 而且还能够变化成各种不同的形态 所以只有保罗才有能力找到他 同时他还希望保罗能保守这个秘密 保罗欣然答应 事实上 这家公司暗流涌动 并非所有的领导都为汉福来马首是瞻 很快女领导就找到保罗 试图通过他发现汉福来的秘密 保罗想起和汉福来的约定 打个马虎眼就糊弄过去了 深夜保罗从睡梦中惊醒 发现有个西装革履的大胡子站在自己床前 他恐慌地质问对方的身份 大胡子不仅耐心解答说出自己的名字 还贴心地提醒他此时正身处梦境 而之所以会潜入他的梦境 是为了找出汉福来的秘密 见保罗不肯说出汉福来的秘密 大胡子一气之下竟然直接扭断了他的脚 接着又让他吐出所有的牙齿 还把他的耳朵放大几十倍 变得跟坤坤的篮球一样大 此时保罗还心存侥幸 以为一切只是一场梦 下一秒大胡子的话让他如坠冰枯 接着大胡子威胁他说出真相 不然就让他以这副面孔外出裸奔 并且尿流不止 无奈之下保罗说出秘密 原来他受到了汉福来的委托 在奉命寻找一扇便携式的任意门 请客间保罗恢复原样 大胡子若有所思 留下几句神秘的话后骤然消失 第二天保罗在公司四处摸索 忽然门后铁钉掉落的声音 引起了他的注意 推门去看 只见地上散落了一地定书钉 刻然排列成四个大字死亡银行 顺着定书钉的指引 他一路下楼梯 在最底层看到一扇泛黄的卷帘门 上面写着警线歌布林通行 对于警示 保罗视而不见 拉起门就往里走 然后他注意到最里层的书架竟然可以穿过去 这还不是最诡异的 书架后面是堆满了各种奇幻物件的房间 这里的标本会呼吸 藤蔓能够立起来 铜像的眼睛会动 玩偶还能吐泡泡 最诡异的是角落里的定书机 保罗伸出手去捡 却发现 定书机上竟然浮现出歌布林的幻想 他指了指一个方向 随后消失不见 在那个方向 保罗看见了若隐若现的门框 转动门把手后 一扇蓝色的便携门赫然出现在他眼前 犹豫几秒后 他穿过门走到另一边 便携门也随之变成一条白玉京 此时他所在的位置正在董事长办公室门外 悄悄打开一条缝 他看到汉弗莱正在向客户兜售人类灵魂 人们一旦与公司签约 那么公司就能够控制他们的喜好和习惯 而汉弗莱用来向客户说明产品功效的例子 正是约翰的同事艾利 察觉到董事长的丑恶嘴脸后 保罗决定私藏便携门 为了防止被发现 保罗慌忙捡起玉京查看使用说明 先说东东 便携门显出原形 再说超市 保罗推门躲进去 然后就被顺移到超市的冰柜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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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